那天我刷到这么一个图 突然之间我就被记忆暴击 这个东西你们小时候喝过没有 它可以说是奶茶的祖宗 在大陆地区刚有珍珠奶茶的时候 所有的珍珠奶茶都长这个样子 今天呢我们就来重温一下 我准备了奶茶粉 那个时候几乎全是奶茶粉 我就没见过几家真的用牛奶冲的 当时是一块钱一杯 我买了六种口味 这个玩意儿一比八冲条 就这些能冲老鼻子奶茶了 接下来我们来注入灵魂 看是不是就是这个罐罐 但是我这个经费原因 我买的这个比较小 我小学放学之后经常会买一杯 如果不买它 我就会去买炸土豆片 怎么全是一个三 怎么回事 之前我记得都是带颜色的 这个全是接近于白色 赶紧贴那个铁柜 过一会我忘了 做这个字好贵啊 12个字30块钱 打印店呢 肯定以为我们要去摆摊 木瓜 哇塞 我小时候可希望把它所有的罐都拿回家了 小朋友们你们当时最喜欢什么口味的呀 我记得我当时最喜欢薰衣草 我当时好喜欢 可能是因为当时有个电视剧 叫薰衣草 再煮点珍珠 水烧开煮20分钟 再焖20分钟 再洗两到三次 怎么这么麻烦 现在每个口味都已经做好了 就是一个直纸沫开大会 不是我说它哦 配料表第一位就是直纸沫 咱们来品尝一下 是这个抹茶的 我记得到中学时期那种不知名的小店就变成了像什么 避风堂啊 地下铁啊 街景 你们喝过街景没 当时那个街景的墙上贴满了大家的小便利铁 抹茶太稀了 但确实是有骨子抹茶味 我试试你香蕉 熟悉的香蕉香精味 就是我们经常吃的那些雪糕里边的香蕉的那种味道 草莓的 草莓的真的是激起回忆的味道 感觉好久没喝到这种草莓香精了 这个是木瓜的 这个木瓜味调的稍微有点塑料子那种感觉 这个不行 这个不行 有点反色 原味的 它这里是没有糖吗 有葡萄糖浆啊 它就不打甜 越来越烦那种土色的感觉 就原味的超难喝 但别的美好都拿去 最后试一下这个香芋味 香芋味好像是很多人都喜欢 嗯 这个是闻着最香的 这个喝起来也很香浓 啊 后味 这每一个喝完之后 后味都会反应点那种焦的感觉 我们小时候喝的时候真的是这种味道吗 好像是 但是当时觉得还挺好喝的 经过我们进行这个重温童年回忆 算是替大家断了这个念想 真的超难喝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All new